第五十集 我已经命令三体舰队航向那颗恒星 但是事情并不如你们想象的那样乐观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们的舰队是在航向自己的坟墓 元首的这些话 让那些执政官们立刻冷静了下来 有人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科学执政官回应了元首的提问 我们都仔细研究过第一批收到的地球信息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文明史 请看以下事实 地球人类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 用了十几万个地球年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 用了几千地球年 而从工业时代到原子时代 只用了二百个地球年 之后 仅用了几十个地球年 他们就进入了信息时代 这个文明具有可怕的加速进化能力 而在我们的三体世界 已经存在过的 包括我们在内的 一共二百个文明当中 没有一个经历过这样的加速发展 所有的三体文明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都是匀速 甚至是减速发展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各个技术时代 都需要基本相同的 漫长的发展时间 简石时 在四百五十万石之后 当三体舰队到达地球所在的行星系时 那个文明的技术水平 将会在加速发展当中 远远地超过我们 三体舰队经过那么漫长的航行 中间还要穿越两条 行济尘埃带 很可能只有一半的飞船 到达太阳系 其余的将会损失在漫长的航程当中 到那时 三体舰队在地球文明面前 将不堪一击 所以这样的我们 不是去远征 而是去送死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元首 还有更可怕的 军事执行官也开口说道 是的 这很容易想到 三体文明的位置 已经暴露 为了消除未来的威胁 地球的星际舰队 将会反攻我们的星系 很可能 在膨胀在膨胀的太阳把我们的行星吞没之前 三体文明就已经被地球人消灭了 光明灿烂的前景 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的暗淡 会场上的所有人 都沉没了十九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遏制地球文明的科学发展 早在收到第一批信息时 我们就开始制定这方面的计划了 现在 实现这些计划 出现了一个很有利益的条件 我们这次接收到的回复信息 是地球的一个背叛者发来的 那么 我们就有理由猜测 地球文明的内部 存在着很多 一级力量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这种力量 元首 这 谈何荣耀 我们与地球的联系 细弱油丝 八万多三体时 才能完成一次应答 也不尽然 同我们一样 地球世界得知外星文明的存在 对整个社会来说 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会对一个文明的内部 产生深渊的影响 我们有理由预测 地球文明内部的一级力量 将会汇聚和增长 那 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搞破坏吗 在长达四万十的时间跨度上 任何传统战争和恐怖活动的战略意义都不大 都可以得到恢复 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上 要想有效地遏制一个文明的发展 解除他的武装 办法只有一个 杀死他们的科学 下面请科学执政官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已经制定的三个计划 是 元首 第一个计划的代号 叫染色 目的是利用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副作用 使地球的工作 对科学产生恐惧和厌恶 比如 我们世界当中 技术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 想必在地球上也存在 这项染色计划 将充分利用这些因素 第二个计划的代号 叫神迹 方法是 对地球人进行超自然力量的展示 力图通过一系列的神迹展示 建造一个科学逻辑无法解释的 虚假的宇宙 当这类假象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将有可能致使 三体文明在地球世界 成为宗教信徒们的崇拜对象 这样一来 在地球的思想界里 非科学的思维方式 将会压倒科学的思维 进而导致地球文明 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崩溃 请问 如何在遥远的地球上 创造出这样的神迹呢 神迹之所以成为神迹 关键是在于 它是地球人绝对无法识破的 这可能需要我们 向地球的一级力量 输入一些高于他们现有水平的技术 不行 这太冒险了 最后谁会用到这些技术 这简直是在玩火 当然 输入什么层次的技术来产生神迹 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请科学执政官暂停一下 军事执政官站起了身来 元首 我想表明一下自己的看法 这两个计划 对于杀死人类的科学 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做松比不做强 科学执政官 抢在元首回答之前 争辩了起来 也仅此而已 军事执政官还是不歇 我同意你的看法 染色和神迹 这两个计划 只能对地球科学的发展 产生一些干扰 元首对军事执政官 点了点头 然后 转向所有的与会者 我们需要一个决定性的行动 能够彻底地窒息地球的科学 使其所死在现有水平 大家 要抓住重点 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 而基础科学的基础 又在于 对物质深层结构的探索 如果这个领域没有进展 科学技术 在整体上 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突破 其实 这并非只针对地球文明 同时也针对 三体文明 即将要去征服的 所有的目标 早在首次收到外星信息之前 我们就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 只是近期的步伐 大大的加快了 各位请看 那是什么 说着 援手指了指天空 执政官们向那个方向 全部抬头仰望 看到 太空当中的一个圆环 正在阳光下散发着金属的光泽 那不是用来建造第二支太空舰队的船无帽 不是 那是一台正在建造的巨型粒子加速器 建造第二支太空舰队的计划取消了 其资源 正全部用于这项新的 制子工程 制子工程 是的 在场的人 至少有一半不知道这个新的计划 现在 请科学执政官 把它介绍给大家 我知道这个计划 没想到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 工业执政官首先感叹了起来 文教执政官也跟着点点头 我也知道 但是感觉 这像是个神话呀 科学执政官扭头看向他们俩 这次工程简而言之 就是把一个质子改造成一台超级智能计算机 农业执政官也走了过来 作为一个广为流传的科学幻想 这个设想大家都听说过 但是 要想让它成为现实 还是太突然了一些 我知道 物理学家们已经能够操控微观世界 十一维结构当中的九维 但我们还是无法想象 他们能把一把小镊子 伸进质子 在里面搭建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啊 科学执政官微微一笑 那当然做不到 对微观集成电路的试刻 只能在宏观当中进行 而且只能在宏观世界当中的二维平面上进行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样的一个质子进行二维展开 哦 把九维结构的质子展开成二维的话 面积会有多大呀 很大很大 您会看到的 时光飞逝 六万个三体石过去了 在太空当中的巨型加速器 完全建成之后的两万个三体石 对质子的二维展开 将在三体行星的同步轨道上进行 这是一个横迹圆的 风和日丽的日子 天空十分的纯净 同八万个三体石之前 三体舰队启航的时候一样 三体世界里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仰望着头顶上方的天空 看着那只巨大的圆环 元首和全体之政官 都再次来到了聚摆纪念碑下 此时的巨摆早已经停止 摆锤就像是一块稳定的磐石 凝固在高大的支架之间 看上去让人很难相信 它曾经运动过 科学执政官 发出了二维展开的启动命令 太空当中 那只圆环的周围 分散着三个立方体 那是为加速器提供能量的 巨变发电站 现在 它们那形状像长长翅膀的散热片 开始渐渐地发出 暗红色的光 科学执政官 科学执政官向元首报告 展开 正在进行 人们都紧张地仰望着太空当中的 那个圆环加速器 但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中国史诗科幻 中国史诗科幻 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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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播出 刘子欣援助 清雪 制播 企鹅 FM 出品 十分之一个三体 十过后 科学执政官捂着耳机 听了一会儿 然后报告说 元首 很遗憾 展开失败了 刚刚多捡了一个维毒 那颗质子 被捡成了一维的 一维 变成一条线了 是的 一条无限细的线 从理论上计算 它的长度 有1.5千光石 军事执政官 立刻就发出了一声冷横 花费了一支太空舰队的自愿 就得了这么个结果 这是科学实验 总有个调试的过程 这才是第一次展开实验吗 人们带着失望 离开了 但是 事情并没有结束 本来认为 被一围展开了的这颗粒子 将永远运行在 行星的同步轨道上 但是 由于太阳风暴产生的阻力 致使它减缓了运行速度 所以 其中一部分的一围细丝 还是落入了大气层 六个三体石之后 来到户外的人们发现 周围 有奇怪的闪光 这些闪光 称细丝状 转瞬 几时 除魔不定 他们很快就从新闻当中得知 这是被展开成一围的质子 在引力的作用下飘落到底面上来了 虽然 虽然这些一围细丝是无限系的 但是 它的合力场 还是能够反射可见光的 所以 还是能够被看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 不是由原子构成的物质 它们只是一粒质子的一小部分 这些东西真讨厌 袁首不断地用手扶着脸 此时 他正跟科学执行官一起 站在政府大厦前 宽阔的台阶上 我总是感到脸上痒 袁首 这只是您的心理作用 所有的一围细丝的质量总和 也只相当于一粒质子 所以 这些细丝对我们的宏观世界 几乎不产生任何作用 当然 也没有任何的害处 就像它不存在一样的 但是 空中落下的一围细丝 却越来越迷迹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地面附近的空间当中 充满了细小的闪光 天上的太阳和星辰 看上去都围着一圈银色的绒边 外出的人们身上 缠满了 衣维细丝 走动时 都拖着一片 细小的闪光 这些人回到室内之后 身上挂着的 一围细丝 还在灯光下闪亮 只要一活动 细丝的反光 就在他们的周围 描绘出 被他们扰动了的 空气的形状 虽然这些衣维细丝 只能在光照下看到 不会产生任何的触感 但是这也足够让人心烦意乱的了 这样的衣维细丝暴雨 整整下了二十多个三体石 才总算是停止了 这并非是因为细丝都落在了地上 他们的质量 虽然令人难以想象的小 但是总还是有的 所以在重力作用下的加速度 也跟普通物体一样 但只要一进入大气层 就会马上被气流所控制 永远也不会落下来了 在衣维展开之后 质子内部的强相互作用力 大大的减弱 使得这些衣维细丝的强度并不大 都渐渐地断裂成了小段 反射的光肉眼就看不见了 以至于人们感觉它们消失了 可是衣维细丝的尘埃 在三体世界的空间中 是永远漂浮着的 五十个三体石之后 质子的二维展开 第二次进行 这一次 地面上的三体人们很快就看到了 异象 当巨变发电站的翅膀型散热片 发出暗红色的光芒之后 在加速器的位置上 突然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物体 都呈很规则的几何形状 有球形体 四面棱锥体 立方体 圆锥体等等 这些物体的表面 色彩都很肤脏 但是 仔细一看 会发现 原来它们都是 没有色彩的 这些几何体的表面 全都是 全反射的镜面 人们看到的 只是被映照在镜面上的 行星表面 扭曲的图像 这次成功了吗 原首问科学执行官 这就是被展开成二维的质子 原首 很遗憾 这次还是没有成功 我刚刚得到 加速器控制中心的报告 这次少减了一个维度 目标质子 被展开成三维的了 太空的 那些巨大的镜面几何体 还在以很快的速度 继续涌现着 形状也更加的多样化 出现了环状 和立体十字的形状 甚至 还出现了一个 类似于 莫比乌丝带的扭环 所有的几何体 都从加速器旁 飘移了开去 大约半个三体十周 这些巨大的镜面几何体 布满了大半个天空 就像是一个巨人孩子 在苍穹当中 玩撒了一盒积木 几何体反射的阳光 使地面的亮度增加了一倍 闪烁不定 接着 所有的几何体 又开始变形 渐渐地失去了规则的形状 像是受热 融化了一般 这种变形 愈烟愈烈 天空当中的那些东西 纷繁复杂 已经无法让人再联想到积木了 倒更像是 一个巨人 被肢解之后的肢体 和内脏 由于形状的不规则 他们散射到地面上的阳光 均匀柔和了些 但是 他们表面的色彩 也更加的怪异 和变幻莫测 在布满天空的 这些杂乱的三维体当中 有一些 引起了地面观察者们的 特别注意 首先 是因为那些三维体 都极其的相思 在西开始 人们认出了那些三维体 所表达的东西 顿时 一阵巨大的恐怖感 席卷了整个三体世界 那都是 耶 人们的目标 人们的目标 都要认出了 我会把这些 全都要认出了 最后 就是 那些传统 人们的一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